跟名声消费相关 中秋节现在很传统的就是要烤肉了 但有些人喜欢吃香肠 但要注意这猪肉价格上涨的关系呢 还有因为最近有普渡拜拜 猪肉需求量大增 所以香肠业者说现在很糟糕 有钱也买不到猪肉 只能先把存货拿出来卖了 另外制作猪肉干的业者 现在就干脆放员工休假 今年中秋节 大家可能会面临到买不到香肠的情况了 在铁架上滋滋作响 由花滴到炭火里带着浓郁的香气 让人直流口水 快到中秋烤肉时不少人偏好香肠 但是今年的中秋烤肉 香肠可能会缺货 原本一天都要灌制大约500斤的香肠 不过业者表示受到普度的影响 猪肉需求增加 加上前阵子助治罹患疾病 猪肉的供给平均少了一成 让它的机器已经三天没有运作 连老顾客要下订单都不敢接 另外有制作肉干的业者 更因为买不到猪肉 干脆让员工放大价 不少业者也抬高了价钱 或先把存货拿出来卖 但是等到中秋节 民众要买香肠时 不是要付出更多的钱才能品尝美味 更可能会面临买不到香肠的窘境 记者金伟中吴立安张化报导